火力军在爆破完福特号之后 总感觉手段过于残忍 加上最近又得知了尼米兹号要退役消息 就在想 我能不能如刨丁解牛般把航空母舰完美拆解呢 对此火力军又展开了深度的研究 本着多福一几年是几年的想法 美国海军将尼米兹号航母严收了13个月 从2025年4月到2026年5月 而在这段时间内 美海军就着手规划如何拆解尼米兹号 卸除掉核反应炉燃料并加之处理 目前美国海军已经联系到经验丰富的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来确立相关要求 然而就在他们与造船厂开始研究 如何安全停用拆解尼米兹号时 2017年才处及的企业号却还在拆解当中 航母这么难拆吗 之前的珊瑚航母用了7年 现在的企业号到现在还在拆解中 珊瑚海号航母是一艘在二战末期开工建造的航母 于1947年服役 而企业号则是美国海军乃至全世界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 他们之所以这么难拆拆得这么慢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没人要 只要你承接拆解任务就一定会涉及到费用问题 但是航母上的钢板就肯定要雇佣工人 一块一块的切割下来 据估计拆除一艘航母至少要花费6500万美元 是既费时又费力 关键还顾不住成本 而且万一被甲方催 你肯定还要加大人手的投入 那花费就更多了 所以美国现在8万吨航母的拆解任务 基本上都没有哪个拆船厂敢接 像珊瑚号航母还好 没人催 为了保本盈利 珊瑚海号航母的拆除工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 而企业号就没这么好运了 首先它拆解下来的钢材零件可不能变费为保 不能像卖废品一样卖掉 其拆解全过程是需要美国海军全程监督的 所有拆解下来东西的去向也都会被跟踪 其次还有它的核反应堆 纯纯一个烫手山芋 需要找专门的地方才能进行处理 所以企业号才会拆到现在都没结束 那么该如何完美拆解航空母舰呢 拆航母可是个技术活 火力军便从结构和经验两方面入手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拆航母 二战后 美国先后发展了弗莱斯特 小鹰企业 尼米兹 福特 五行航母 所以想要拆得好 不了解他们的结构怎么行 就比如其中的小鹰级 作为常规动力和核动力承接的代表 拿它举例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 它与企业级 尼米兹 福特级结构的区别 火力军也会和大家说清 势必要做到举一反三 达成拆解大师成就 小鹰级航母是 弗莱斯特级航母的超级优化版 它们的外形基本一致 只是在吨位增加了4000吨 达到了83,090吨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 它从舰底的龙骨到飞行甲板 一共有10层 从下往上数 第一层是燃油舱和淡水舱 二支4层是主机舱 锅炉舱 副机舱 以及舰载机的弹药舱 到了第5层 就来到了士兵的居住舱 食品舱 第6层则是各种食堂居住舱 第7层则是飞机修理库 最后的8至10层则大部分为机库 剩下的则是值班式 飞行员食堂等基础设施 每一层的高度 大概在2.4到2.8米 其中机库主舰体重 占地方最大的 也是航母中最大的舱室 往往要占据2到3层甲板的空间 其高度也会根据舰载机的不同 而略有差距 而航母的武器库 摆满了舰上所有武器系统的弹药 一般位于水线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弹药提升方面 美系和苏系航母的观点 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的设计是将弹药提升到 机库甲板后 再通过船侧飞机升降机 或是侧防专用的弹药升降机 转运到飞行甲板上 这样弹药通道就不会影响机库面积 而苏系则比较直接 直接就将弹药从弹药库 提升到了飞行甲板 从外观布局上看 小英级其实和后续企业级 尼米兹级福特级十分相似 比如起今为止 小英级一共造了4艘 但是在过程中 却混入一只哈士旗 也就是第一艘核动力航母 企业号 在小英级建造了2艘后 企业号就开始建造了 所以它俩的构型差不多 只是动力更换为了核动力 而后续生产的尼米兹和福特 显然也借鉴了一些 小英级的构造特点 所以长得像很正常 甚至大家可以把眼光看得久一点 差不多从英国 鼓刀出斜角甲板航母后 航母的发展就基本定型了 更何况是一脉相承的美国 所以企业级尼米兹福特的构造 大部分都继承了小英级 那么小英级与企业尼米兹福特 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动力源 当然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再具体一点呢 在常规动力时代 航母的主机会分别放在不同的舱位中 但到了核动力时代 如果在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上 却要腾出舱位来放反应堆和保护箱体的 所以原有的舱位就变成了两个主机挤在一个舱位的设计 其次就是舰岛和内部结构的改变 尤其是在收集了小英级的损毁试验后 美国将福特级改造到了一个极致 比如从美国海军曾经发布的杜鲁门号与福特号联合演训画面中可以看出 这两艘单在外观上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福特级航母由于诞生完 其舰岛内电子设备的集成技术更加先进 能用更小的设备体积 做到比尼米兹航母更强的信息交换 如福特号采用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和双波段雷达技术 就能360度扫描搜索环形范围内的所有敌对目标 告别了旧时代的旋转搜索雷达 其次更小的舰岛 还可以让福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使用面积进一步加大 这对一个主靠舰载机打击敌人的武器来说十分有利 比如演训中的杜鲁门号的舰岛就明显比福特号的大 占用了更多的飞行甲板面积 且舰岛位置更加靠前 不利于前部飞行甲板面积的有效利用 虽说福特号要比杜鲁门号少一部升降机 但这优化的布局设计 舰载机出动效率明显更高 据美国海军的测试表明 采用了新型升降梯设计的福特号航母 要比尼米兹航母的单日舰载机出勤率高出了25% 最后福特号还在舰体尾部 预留了未来舰载武器的搭载空间 以后美国那些激光 电磁 导弹 锤发系统等武器 说不定就安装上了 届时又将引领时代 而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拆解尼米兹号时 应该重点关注的地方 结构了解完 你们眼中是否已经呈现 尼米兹号的结构图 若是我们再借鉴一些曾经拆解航母的经验 拿捏好拆解时的利落 就到了真正动手的时刻 珊瑚海号航母从美国海军退役后 在拆除掉舰上有价值的设备后 于1993年出售给了Sevich Selvage公司 最终被拆解成废旧金属进行回收 当时拆解的过程是从上往下拆 从甲板到底舱 如同包洋葱板一层一层的去拆解 首先拆除的是珊瑚海号的飞行甲板 由于中途岛级是美国第一种 配备装甲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 因此建造时有多费心 拆解时就有多费劲 整个过程比之前的老式航母更加费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整个拆解过程中你会发现 珊瑚海号的斜脚甲板和舰手的飞行甲板 是最后才拆除的 原因就是为了保证舰艇 在拆除过程中的平衡性 由此可见 旧船拆除里面是有非常深学问的 必须要按照步骤进行 要顾虑到舰体的结构强度和平衡 避免意外的发生 而且拆解下来的舰体 还要满足一定的规格 用机械将其切得方方正正后 才会进一步拆分回收 同时还要做好对船体有害物质的处理 避免对环境和工作人员造成伤害 所以想要拆尼米兹号航母 必须要将反应堆拆除 然后进行辐射测量才能拆解 整个过程不用想都更加的繁琐 花费肯定更加高昂 因为要先移除掉核反应堆的燃料 排掉管道系统水箱中的水 密封放射性系统 密封反应堆舱 并装入高密度封管 随后再将其转运到专用储存池中 永久储存 这笔费用就不低 另外还有堆新的储存 每年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当然如美利坚号的击沉处理 也是另一种较为简单的拆解方式 不过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美国当时选择击沉处理美利坚号航母 完全是为了做损毁实验 来为后续尼米兹福特级航母 提供了宝贵数据的 美国当时在选择美利坚号航母 做损毁实验时 有专家曾言 击毁一艘驱逐舰 都要7枚反舰导弹才能击沉 一艘不知大了多少倍的航母 想要击沉 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结果还真被他说中了 当美利坚号被拉到 北卡罗纳州海域时 整个舰艇已经成了空壳 然而当开始爆破时 所有炸药炸完 飞机一轮轮轰炸后 愣是没有沉 最后没办法 美国海军又弄了几顿的C4上去 再终于将其击沉 美国海军司令部 2005年5月20日宣布 历时25天的狂轰乱炸 美利坚号航母在2005年5月14日 沉入大西洋 现在是结构了解完了 经验也借鉴好了 接下来就是开干了 火力军虽然对拆航母表示 已经拿捏了 但在正式动手前 还得先搞几台航母模型练练手 等到尼米兹正式退役 再看情况 看看能不能上去录量吧 对了 如果非要说拆航母谁最溜 那肯定是印度 你知道为啥不 那是因为 印度应该是首个将航母甲板 做成摩托车的国家 他们每年阅兵上的摩托车 飞人 属实戏人眼球 一辆标准轿轿才能坐五个人 还有一个是婴儿 当时火力军就好奇 印度人是怎么坐到 一辆摩托车能挂二十多个人的 原来他们的摩托车 说是用航母废钢制造的 而且还配上了印度海军军灰 以及维克兰特和用不可战胜的金属来制造的字样 维克兰特号航母原是二战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大力神号 1944年开工建造 后因为二战结束而一度中断工程 1957年由印度购德后重新开工并进行现代化改造 1961年完工并命名维克兰特号 随即装备印度海军 在1971年时 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参加了印巴战争 执行对东巴基斯坦的海上封锁任务 不过后来由于该舰舰林过大 舰况太差 印度海军于1997年1月将之除以 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博物馆 2014年1月 印度国防部申请将该航母报废 并由拆除公司进行拆除 其中重要的部件已经转移至博物馆 整个拆除过程持续了6至8个月 拆除后将变卖废铁 作为一艘航母 维克兰特号应该算是幸运的 其身上宝贵的钢材能够再造摩托车 并在其中保留自己的名称 只是从海上霸主转为了日常代步工具 落差数是有点大 而其他航母归宿也不遑多让 有的如CV-6航母 最终被卖给一家公司当作废铁回炉了 有的如CVN-65航母 虽然被拆除解体 但却保留了舰岛 可能会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馆 有的如皇家方舟号 专为商用 为商业剧透服务 有的如独立号 现身于科学研究 有的 有的 至此 我们拆解尼米兹号航母的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大家要是有拆航母的机会 你们打算怎么做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干杯 точ